接下來那個重點叫做電流的測量 我們的電流測量所使用的儀器叫做安培計 圖片上所顯示的是所謂的豪安培計 MA安培計來測量 重點安培計的使用的步驟 安培計使用的步驟 第一步歸零 所有的儀器的使用第一步都是歸零 什麼歸零 這邊有個螺絲 樓奈把轉一轉 讓那個指針指到零 這叫做歸零的方式 歸零的方式 把它轉一下歸零 第一步歸零 第二步正確的把它接起來 正確的接起來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要串連 圖上所顯示的就是要串連連成一條線 第二個要正接正負接負 圖上圈圈圈給正極就接在正的 這個安培計上面有紅的跟黑的 有的是一黑三紅 有的是一紅三黑 黑色就代表負 紅色就代表正 所以這個正就接到紅色這邊 叫正接正負接負 第一步歸零 第二步正確連接 正確連接意思有兩個 一個要做串連 一個要做正接正負接負 正接正負接負 然後第三步 從最大檔位開始 所謂最大良成 台灣的國中沒有交最大良成 只有在這裡用不清不楚的方式告訴你 要注意最大良成 就是這個 這個安培計 好安培計裡面最大是5000毫安的這個地方 所以要先去接5000毫安 要先接5000毫安這個地方 從這邊開始做起 然後呢 一直往下 如果它偏轉太小就一直往下 降到那個偏轉最大又不會超過為止 所以三步 一 歸零 二 正確連接 串連 正確正負接負 三 由最大檔位開始 去把它接起來 最大檔位開始把它接起來 就是我們的基本上的使用步驟 電流 電流 不是一個電子 從發電廠 繞一圈 經過你家再跑回發電廠 不是 它是一個推一個 一個推一個 要推推推推推 推過來的 推過來的 所以 進來一個 出去一個 所以每一個截面 進出的量是怎麼樣 一樣 也就是電流是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要串連的原因 因為串連在同一條路上 進去出來的數量是 一樣的 左邊推一個 右邊出去一個 電量會一樣 電流就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用串連的方式 所以我們要把它安培計跟賽車電路串連 我們才會有一樣的電流 要正接正負接負是因為指針的偏轉方向 它才會有正確的偏轉 而會倒打 可能就壞掉了 有些的指針放在中間 那你如果接車就偏反的嘛 還可以挽救一下 還可以挽救一下 但是我們用都沒有 都在旁邊 接車就倒打 然後就壞掉了 壞掉了 然後我們後面的這個減流劑 減流劑是用來檢測有沒有電流的 那個理論上那個時候不知道誰正誰負 所以他只在中間接上去看偏轉方向 就知道誰正誰負 那麼以後會交以後會交 所以減流劑沒有所謂正負極 因為你還不知道的不曉得 然後有很多檔位講過了 先從最大的做起偏轉太小往下降降降降降降 然後到那個指針偏轉最大 又不超過 因為如果超過 砰 又打斷了 又打歪了 又壞掉了 所以要由最大檔位開始 然後呢 一路的往下降降到指針偏轉最大 又不會超過 好 避免的偏轉太大會把它打壞掉 來這裡有個影片 講電流劑的安培劑的使用 跟他講話 時間準備啦 好啊 時間準備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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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準備啦 好啊 好啊 不是四十手 也是順序 對 引氣名稱 正極部級指針 然後把它接起來 這個是我這裡有講 我剛才沒有講 特別有提的 不可以直接電源就接 安培就接起來 這樣電流會太大 那個機器就壞掉了 中間一定要隔一個電器 比如說電阻或者是燈泡 不可以直接接 直接接壞掉 課本有交代 我剛才上課並沒有這樣跟你說 就正接正 副接副 正要接到正上面 中間要經過一個燈泡 一個電阻才能接回來 然後先接五安培 因為五安培最大 從最大檔位開始做 就發現它偏轉的很小 所以就用下一個 500毫安的來做 誒這樣偏轉很大又不超過 OK 好 你看它要量多少 兩百六尺 它要看的就是那個500毫安那一條 那一條那個指針的位置 遺棄名稱 正極負極指針 不可以直接接 它會壞掉 電流太大 然後熊就在檔案開始做 然後把它調到最好的指針 平常就在不會超過的地方為止 然後就讀書 好 最後是用影片 把剛才跟各位交代 使用安培劑的東西 再跟各位演示一遍 讓你能夠了解 我們到底應該如何使用安培劑 OK